不是咱们涮堵的那个堵吗 是涮堵的那个堵还是大厂 给网友接一个谜底吧 看有没有 看出来 你猜这是啥 大家好 小鱼啊 看你们猜我在哪里 我在隋阳的大山之中啊 千万不就说了 最近松茸要下来了啊 松茸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它是菌中之王 菌中就所有魔物当中 最富含营养价值的啊 也是最贵的一种松茸 每年呢 就这一个半月的季节 有这个松茸 过了这一个半月就没有 这个东西 而且是无法种植的 全部都是野生的 它是一种蘑菇 菇中之王啊 蘑菇当中的王 这是非常非常富含营养价值 这个就是比其他的蘑菇呢 营养价值要高出很多 所以它的价格呢 也比其他的蘑菇呢 也要贵很多 而且它比较珍贵 这个松茸呢 不仅是我家这面油 像那个云南那边 它也有 但是它因为生产环境不同 所以它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 虽然都叫松茸吧 但是普遍来讲 我们东北界面出的松茸 就要比云南那边出的松茸 要好一些 而且我们一年就只有一季啊 每年都是这个 八月份到九月份 也就这一个半月吧 而且这个松茸的价格呢 始终都是居高不下的 而且很多的松茸 采摘之后啊 都是出口的 出口到日本的 而且据我了解啊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知道的啊 像其他很多蘑菇都是 可以人工种植的 包括木耳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啊 在我们家这儿 我知道的就两种 一是松茸 不能人工种植 二是过一阵啊 再过一个月 真摩下来了 也是不能种植的 它们只有这两种蘑菇 是野生的 剩下全都是可以种植的 真摩啊 就长在真树下面的 那个蘑菇 我们叫真摩 也是我们东北这个 小筋炖蘑菇里面 最常使用的 这个一种蘑菇啊 是这样的 我今天呢 陪我奶奶在家住了几天之后呢 然后我今天就跟着我妹妹她们啊 来到了她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家 然后从今天开始啊 明天开始 我就要这个 跟她们一起上山啊 过这个 采松茸的日子了 从来没来过 从小到大啊 虽然说我家也是农村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来过 这么大的农村 其实我说我是农村人 很多人都不信 但是我又半辣农村人吧 很多东北农村这些生活啊 像跑山什么的 我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经历过啊 这次呢 就要好好经历一下 也带你们去看看一看 这个山上的这些 有意思的事 好玩的东西 新奇的东西 在山上能碰到什么 然后再顺便给大家拍一拍 这个采松的过程 还有这个 就是期间这些 发生一些有趣的事吧 咱说转做三农 我这不开始上山了吗 就成三农主播了 我现在是在我妹妹 她老公公家啊 我妹妹和我都一样是隋扬的 但是她这不结婚之后 她老公公家 是我们这个当地 隋扬再往里面走 我们叫什么呢 沟里 但是呢 也挺好的 其实我可喜欢这个地方 给你看看 很安静 很静谧的这么一个村子 我觉得挺好的 比生活在城市里面好多了 给你们看看 这个小村庄还是很好的 你看上面紧挨着的就是木耳地 你看 看到了没有 紧挨就是木耳地 我们这边就是木耳 松茸 蘑菇 东北这个特产 都是这些东西 小村子 大山环绕着 青山绿水 我外甥女 你干嘛去 玩去 去吧 然后 他家养了一只小狗狗 好可爱呀 然后这是他们房子 就是这样的 看 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 东北的农村的屋里面 就是一进屋是一个下屋 然后这边有个 这边有一个屋子 是这样的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屋子 这是屋子 两个屋子 正宗的我们东北农村的房子 就是都是这个样子的 看 这我来了还整的还鲜 是吗 鱼 是 鲜子 这不是鲜子 啊 魅府这是要给我露一手是吗 这是啥呀 猪肚 没马 我不吃这玩意儿 拉抱 拉抱我也不吃 那不大肠吗 猪肚 猪肚不就是大肠吗 不是大肠 不是咱们涮肚子那个肚吗 是涮肚子那个肚还是大肠 给网友接一个谜底吧 看有没有 看出来 你猜这是啥 这不就是大肠 那个什么玩意儿吗 这不是猪肚吗 是咱们涮平时涮肚是那个肚吗 对 就那个 嗯 那不是大肠还行 不是大肠 不是大肠 猜猜 猜猜 这生蚝 行 你们看 我魅府啊 给我做了一桌子的海鲜啊 你看啊 这松茸 就这么吃 这是松茸啊 啊 海鲜 配松茸 这是最高待遇了啊 你们知道现在这松茸多钱吗 一箱啊 一斤半的 就是 一等的吧 最好的 得喝到八九百块钱一箱 一箱一斤半 啊 我们就这么吃了 多带劲呢 哈哈 这是最好的那个一等的是吧 哎呀 松茸占大将 这是 这太奢侈了 这呀 哈哈 什么孤中之王啊 蘑菇当中的王 之老大 各种人吃 但是我特别喜欢吃 松茸汤 特别愿意喝松茸汤 味特别好 就我不爱喝汤的人 就愿意喝这个松茸汤 太歹劲 馋不馋你们 这叫什么什么 这实现了松茸自由 哈哈 我们要开始吃饭了